擔心的一年 台灣有新挑戰 尤其少子化問題 現在是不是又變成了國安議題呢 把時間交給容安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這距離農曆春節 已經是倒數計時了 以前我們說有錢沒錢 娶個老婆生個小孩好過年 但現在這句話 可能在台灣要改寫了 我們知道台灣的生育率 在全球已經盡賠莫作 但您不曉得的是 從二零二零年開始 我們的人口已經連續三年 出生數低於死亡數 那麼根據內政部的數據統計 二零二零年的出生人數 是十六點五萬人 死亡數十七點三萬人 生死大概相差八千人 到了二零二一年 出生數十五點三萬 死亡數十八點三萬 這差距一下子從八千 拉到了三萬人 而到了二零二二年 也是去年更誇張了 出生數只有十三點八萬人 死亡數卻破了二十萬 有二十點七萬人 死亡比出生多了將近七萬人 不但連續三年人口縮水 而且是大縮水 一年還比一年還要嚴重 那麼我們以總人口數來看 二零二二年全年的人口 一共減少了十一萬人 哪裡少最多呢 減幅最大的是台北市 但是我們來看到全台灣人口最多的地點 是在新北市 在二零二一年還有四百多萬人 但是到了去年 減少為三百九十九點五萬人 直接跌破四百萬大關 那麼各縣市當中 剛剛提到了台北市的人口 減幅是最大的 減少了百分之一點七三 現在台北市剩下兩百四十八萬人 而全台灣出生率最高的地方 是在彰化縣千分之八點零八 而出生率最低的則是苗栗縣 只有千分之四點二七 那麼我們看看新生兒 現在出生的狀況 二零二二年 我們全台灣只有十三點九萬個新生兒出生 這是創下歷史新低 也比前一年同期少了一點四萬個新生兒 那麼接下來這個有趣的研究有沒有辦法催生呢 我們知道如果大家都發財的話 想生幾個就生幾個嘛 但種樂透天降之財 這個金額還得要夠高才能有影響 我們看到中研院經濟所副研究員楊子廷 跟正大台灣研究中心的團隊 他們是分析樂透得主的資料 發現如果只種一萬塊獎金的話 對生育率沒有什麼影響 但如果種了一百萬以上的得主 通常在中獎一年後 每一百個人能夠多生七個小孩 而如果種到一千五百元以上是大獎了 每一百人可以多生二十五個小孩 真的差很多 那麼從這份研究 我們可以觀察到 你必須要中獎金額超過一千五百萬元 才會影響到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而這也呼應了國外的研究說 你養小孩到成人 這個一個成本要九百萬元 所以如果要提供給政府來擬定策略的話 其實以國家財政來說 要給每個試婚青年發一千五百萬元的津貼 當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建議還是要從育兒後 留職庭薪的相關保障 開始著手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主播